上期说到,在2018年中,任天堂终于对Switch大规模的挥舞起了Benji的大棒 不仅仅是因为黑黑门摸索出了并且他人用信息进行白嫖的方式 更是弄出了替换法的高级白嫖的法 所谓替换法,就是下载特定游戏的诗玩版 然后把这些诗玩版的文件用盗版的完整游戏ROM进行顶替 之所以说是,特定游戏的诗玩版是因为不是所有游戏的诗玩版都支持存档 比如说,索尼克力量的诗玩版内容就是一分钟体验 到时间就重来,不存在存档的可能性 而英流类的蓝空的诗玩版因为要储存游戏的分属,所以就有存档功能 这种诗玩版游戏就可以拿来做替换 而且不同的诗玩版玩游戏能换到的盗版游戏也不一样 如果这诗玩版不是配替换过的盗版游戏,那么就会死机进不去 像一开始蓝空的诗玩版可以替换进击的巨人2 却换不了完整版的蓝空 想玩蓝空完整版,需要下LOSFARE的诗玩版去替换 于是哪些诗玩版能替换哪些盗版,就需要一个个试过去的原始实践 毕竟替换法坑爹之处在于,游戏不是能玩就做成功 有些不是配的,玩没问题,但是不能存档,一存档就掉了 这是件很折磨的工作 由于替换法,涉及连网 毕竟下诗玩版得上一项 所以是任天堂抓盗版的重灾区 到了6月份就基本能做到天网会会输而不漏 不过黑客们很快就发现不对劲 即使是下试玩版要连网 任天堂这个ban替换法用户的破换效率也太高了 基本是做替换的就逃不掉 像隔壁索尼当初直接无中生有玩ISO套版的PS3用户当中 运气好的 不光能白嫖,甚至还有连网玩个大半点才被ban的 任天堂这里的替换法还是用正式试玩做挡箭牌 怎么破换率能这么恐怖 research小组重点对替换法进行了检查 这么高的ban击率说明原因基本上只能是替换法本身存在缺陷 才能被任天堂一抓一个准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替换法中试玩游戏和替换后的游戏之间的错误代码存在差异 比如说试玩版游戏里存在2155错误 可替换后的游戏盗版 整个游戏就没有涉及2155这类的错误代码 任天堂自然是一抓也准 于是黑客赶快出来警告盗宝玩家替换法有缺陷 能少用就少用吧 NSP游戏在这之后才接过替换法的棒 光明正大的代表白嫖阵营 既然抓个正版来源的试玩做挡箭牌也防不住任天堂的抓捕 那就光明正大的白嫖算了 于是替换法很快成为明日黄花 任天堂死后的banji重心也转移到了盗版的真正核心科技 大骑成系统上 一开始黑客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2018年6月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SE Cutter的小组的SXOS上市了 作为一个收费的破解方式 黑客们不一定是需要站在道德高地嘲讽里有的 至于banji 那都是用户自己操作不到位各种联网做事 美水平凡破解 就不要怪我们技术提供方技术不到家嘛 黑客们把X5骂得狗血淋头之后 虽然人家的产品该怎么卖还是怎么卖 虽然其实黑客们自己做的事情也是支持的盗版发展 虽然黑客们也还是不说正宝玩家和游击公司待见 但是 毕竟 现在有了个道德意味比他们还低的对象 于是黑客难得的享受了一把占领道德制高地的感觉 就是说 耍完之后一回头 黑客们又非常惊讶的发现 任天堂对大系统系统的编辑破案率也有惊人提升 而且现在任天堂的态度很明确了 我才不管你的玩过盗版没有 只要你抓了字机系统就吃我一边 替换方式是这样 大系统也是这样 这还是原来那个三家里面防盗版技术最差的任天堂吗 始初反常必有妖 上次替换法是因为老任抓住了错误带马不符合 一直是这样 总不能两次也是这样 黑客们私下意识错 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令人毛骨送燃的感情 破解团队里面有内鬼 这种情况太提断了 有黑客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众黑客一开始都是集体聚集 什么可能呢 破解界开展到现在也有几十年了 从来没有听说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且不说 黑客想赚钱的都直接学隔壁X主或者Gateway团队那样 直接把破解做成产品拿出去卖了 剩下的黑客都是用爱发电的 就是各大游戏公司也不会拉下这样的身段 让派人去打入黑客内部呀 对付盗版70最旧Xbox360时代 曾经干脆把盗版级编程端的微软 没有做过这种事 直接告上法庭把黑客差点送进监狱的索尼 没有做过这种事 何况是拥有律师梦之队的任天堂 人家可是曾经把烧鲁卡厂商直接光明正大地告到死 用得找派人玩无间刀吗 至于黑客投奔敌音 这事倒是曾经发生过 PSP破解界初期的台主DA大神就一度封船被损 以重进招安了 这件事情后来被传子虚乌有 不过DA2011年入职Facebook 2014年将谷歌告别了破解界 转成白客了 不过即使如此 DA破解生涯从头到尾也没有帮索尼做个事的 可是替换法高边几率的前车之间 又不由的黑客们不怀疑 毕竟替换法早在诞生的出息 就是以安全性看起来比较靠谱才能脱颖而出的 要不然且不说要承担联网暴露的风险 就是找合适游戏去配对试玩版 本身就是一件吃力的工作 问题就在于任天堂是怎么从每天网上发现 任天堂无期耗如厌矮的无数错误信息中 抓住换法的拖务特征的 莫非很久以前任天堂对大机车 启动的运行车中就已经认识得很深刻了 如果是这样 那么大机车自己系统 作为黑客团队自己搞出来的项目 如今遭到高度暴露 不出内鬼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于是黑客们表达着说 没事没事 黑客这种事情不可能有 大家不要为了子虚勿勇的东西伤得何气嘛 私下里秘密调查已逐渐展开 黑客做的事情总要通过网络 只要在网络上 搞过事情总会留下记录 很快黑客们就注意到了一个令人熟悉的名字 那就是第一个发现阿斯烟漏洞的凯特 他向谷歌提交了大量关于Pixel-C平板的相关漏洞信息 Pixel-C唯一台用Tedra XE的平板 果不谷歌不重要 关键是这是关于Tedra XE的漏洞 谷歌说不定就会把这个漏洞分享给英伟达 英伟达说不定就会把这个漏洞分享给任天堂 任天堂那肯定把这个漏洞拿着破案了 大气声领头人CyrusN当场就怒了 在Reddit论坛上对凯特一顿透皮说他 呼化堕怒 为了二十万美元就把怒都给卖了 至于这个二十万美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在Reddit上面发了几个帖子 抨击完凯特之后 CyrusN依旧是觉得气不过 就直接登上ReSwitch小组的官方推特 没有和其他组员商量 也没有找凯特私下对质就这么向全世界宣告 凯特已经被Reddit小组踢了 他就是任天堂的恶物仔 外国各大论坛顿时爆炸 各方黑客在Reddit论坛上炒开了锅 不嫌失差的外国围观群众 赶紧在GVMTAMP社区开了一个专帖 收集各方黑客的言论 帖子名为Key Tenkin Drama Key Tenkin是凯特的尼承和推特名 在这场争吵的混战中 CyrusN表现的勘测是饥饿如同 和凯特之间仿佛已经是阶级仇恨 而凯特的回应从收场 自己没有防灾联大干活 自己仅仅只是向谷歌提交了几个Pixel星的bug而已 别说什么二十万的 一个五分硬币都没收到 然后对小组里根本没人找过他的情况下 就被踢出小组这件事感到十分震惊 CyrusN怒了 只是交了几个bug 你根本连Pixel星平板都没买过 设备都没有 你跟我说隔空找bug不成 你不要告诉大家说是个黑客 我有黑客的职业操守 说我这一阵子我很狡猫 我很菜 组里面的其他伙伴都找到漏洞了 组里面的人都在骂我 无头苍蝇 无头苍蝇 已经是家常变乱了 我想变强 正好那天我朋友在我家里 我与他探讨这个问题 怎么样能让自己的破解技术变强 他看我破解跟我说 你现在你要有这个设备在 你想破解很难 除非你买更多的TEDRA设备 然后他现场给我演示了Big Something 用的就是TEDRA IG 给我演示了系统框架 我发现这个东西它不是我需要的 如果我需要设备 我不能拿起来 我很他妈穷 所以老娘我的平板 何止还是从这个无中生有那里 抢过来的 总之对凯特就是嘲讽 Resource小组里面的其他主演 也前前后后出来发声了 不过多数是对CyrusN不打招呼 就提人的独断专行表示反对 不过CyrusN对组内的伙伴 没有太多公开回应 应当是阿祖后面自己关起门来 私下商考解决了 不过凯特在破解界也就到此为止了 他跑去做埋课了 破解界也就这么少了为稀有的女黑客 这件事情就这么雷声大余点小的平息下去了 总之凯特虽然不认为自己直接帮助了任天堂 但是毕竟提交bug给谷歌这件事情 他自己确实也承认了 第一枚折腰式权贵 这顶帽子是扣上的 那就只能和黑客生涯出再见了 7月 除了这场大戏之外 X组也主导了一场大戏 有好事只要破解的SSOS 让用户可以白嫖这一破解成果 这种事情自然是X组这种商业破解组所不能容的 解决方法也简单 学习老前辈Gateway的处理方法 在后续的版本更新中插一端代码 直接把破解自家的SSOS用户都被钻掉了 这件事情原来也就是X组的保护利润求个自保 没想到黑客们真好抓着这个事情 再一次跳起来对X组进行道德至高点打击 对于被钻掉的玩家 黑客其实没有人在乎和关心 居然能拉到下脸去玩盗版中的盗版 这些玩家本身就是盗版玩家支卸了 我们破解SSOS只是为了占领到这个热焦点 谁叫你们放弃大戏人不玩 真的去玩这个盗版中的盗版呢 X组那边轻描淡写地表示 不要担心 这不是电砖 只是一种保护措施 但是保护归保护 没人知道 也没人告诉 专机用户怎么去解砖呢 最后直到黑客们 让X组罢得自己都累了 X组始终不化开口等就是保持沉默 整件事情就像风一样过去 还是没人告诉专机用户怎么解砖 这些盗版玩家支卸 就被破解这些集体遗忘了 毕竟玩盗版SSOS的用户数量相当少 2018年8月12号 淘宝发布公告禁止销售破解类服务额箱和章品 现在这条已经被提拿空了 用的势力图就是SS Pro 在后面究竟隐藏着多少PY交易的可能 这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 8月底 任天堂乔生锡的将原先的Band机用户 都给升级成了一种超级Band SuperBand 杰西一种你没玩过的床心版本 破一哈搬一年 屯萌不花一分钱 原来Band机只是限制玩家联机和逛一宿 现在就连游戏中心补丁和更新系统都不允许 从3DS时代的Band机只班15天 到Switch早期的Band服务部 Band更新到现在的全面断网 任天堂至此完成了Band机之路的三部曲 任天堂玩家纷纷一梦 还有这回事 这年头 居然连Band机都能升级的 而隔壁的微软索尼玩家表示 你看这个任天堂就是逊了 连Band机都要比友商慢 我们这边都超涌的好不好 哪有道理跟你讲 十年前就是全面断网 震惊 任天堂网络服务体系居然落后 微软索尼十余年 推出超级Band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次9月份 Switch的联系收费就要正式上线了 在此之前 任天堂需要打击下破解的嚣张势头 同时也是请到玩家 以后咱们任天堂也玩真的吧 第二就是不少盗玩家 玩盗版虽然被Band 但是依然可以直接通过任天堂服务器 给自己的盗版游戏下载补兵 不是第二次仰啊 任天堂觉得 这很浪费自己的服务器资源 于是Band上加Band 顺带在SuperBand系统加持过程中 之前号称不坏精神的XCI格式也终于败了 SSOS用户也开始反映完SN被Band 一开始有些人不信 说Band记者可能是打过NSP格式的DLG才导致Band 存完SCI不会有事 随着时间流逝 这些声音也渐渐没了踪影 总之 现在想玩破解睡觉的人 只能选择断网自边 或者懒得动手 让任天堂为您送上这最后的服务 时间匆匆过 2018年睡觉阵营的黑客与厂商之间 黑客与黑客之间 黑客与玩家之间的各方混战的破解大战 就这么走到了现在 至于日后睡觉破解界界 将走向何方 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也不能下个定论 毕竟Switch的寿命还长 是不是 那这场大戏 我们还够唱个几年 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就拭目以待吧 如果喜欢 求支持 求鼓 也求关注 如果不喜欢 欢迎师兄我提一件 新的一年第一期 放了一个长长的春假 承诺 此后更新速度一定会有所提升 然后今后的提债范围 也一定会扩大 不再局限于各类游戏机身上 让科技沙滩平复其时 于是 很久没有的下棋预告 来啦 下棋科技沙滩 我们将离开游戏机界的喧嚣 走向游戏界的另一群体 玩家身上 为各位讲述 2016年10月20日晚 NS发布概念时评开始 十天里精彩分层的Switch8落入提手 任转联盟参与NS8巴主争夺 到NS8巴巫内战 到企图颠覆新生政权的巴巫无间道 最后10月30日 NS8第一阶巴巫正式确定 这一段乘风已久 鲜有人知的NS8 剑八十日全力风雨 敬请期待 投币收藏评论点赞 转发关注六连走起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